大家好,我們一起看著中間 右邊 左邊 我是挺喜歡的 我覺得這個講故事的方式 是很不同我們平時一般看的劇 其實林肯監製一向都是喜歡有一種 他很有誠意去創新 希望我們香港的觀眾 所有觀眾都會感受到 其實這個故事 編審加監製 是很有誠意去 令到一些不同的東西給大家看 好像當年《香港愛情故事》 都是一個很全新的講故事方法 一個十三集的短劇TVB沒有出現過 所以這次《婚後市》 也是一個不同的講故事方式 這件事是整個團隊 大家很希望觀眾感受到 結局都是一般的 一般的? 一般的?沒有 我怎會說一般的? 這個結局不是一般的嗎? 我的結局呢 令觀眾會爽的 如果討厭我的角色 觀眾就會很爽的 如果同情我的 就會更加同情我 因為我都是一個悲劇人物 最後應該是 你自己喜不喜歡這個結局 我喜歡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 演一些比自己年齡層大的時候 之後我會演比較老成 大家都會成熟了 唯獨阿麗諾以後會年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長期患病 所以我會年紀大一點 而且我挺喜歡那個女兒 有十八歲這段時間 因為現在沒有這樣 將來有的時候 去感受一下 原來自己老了之後會怎樣呢? 是 如果老婆之後 有遇到這些 這樣的戲劇 你會 第一 我會幫她選男主角先 哈哈哈哈 對不對 男主角是誰呢? 你會選誰? 我會選 我會選 我會選羅茲一 哈哈哈哈 對不起 我有EQ 大不大 挺好的 挺好的 你都會被她拍的 被 即是那時候她拍家族榮耀 跟Chill Ham有一場 也是很激烈的 跟著我都跟Chill Ham說 我跟老婆聊過 如果要選 我都會選你 是啊 我都是會這樣 我覺得用風趣的態度 去面對一些 工作 有時候家庭的關係 我覺得做舒服 是啊 不用這麼執著 大家都是演員 是啊 OK